今日,黑龙江省发生探剧疫情,也发广泛关注。 那么问题来了,探剧到底是什么,是怎么从羊传染给人的? 发病后有哪些症状,会有生命危险吗? 现在吃牛羊肉还安全吗? 这篇文章,或许可以解答您的种种疑问。 通报会现场,事役辐射,10日,黑龙江省政府召开通报会。 截至8月9日18时,共发生人感染皮肤探剧14例,其中一人已治愈出院,10人在哈尔滨市,两人在加牧斯市,一人在基西市。 探剧是啥病?探剧是由探剧摇包感军引起的一种自来医院性疾病,是一类传染病,被探剧安甲类传染病管理。 根据黑龙江省纪委发布的探剧防控热点知识问答。 目前,黑龙江省发生的被皮肤探剧,属于银类传染病,牛、羊等食草动物为主要传染人。 人类主要通过接触探剧病处毛皮和食肉而感染,也可以通过吸入含牛探剧药包的粉尘或气溶胶而感染。 羊笔射,人会怎么感染上探剧? 探剧是一种人受共化性传染病,主要发生在牛马羊的绿草味时的动物中间,人通常是通过接触患病动物或动物质品被感染。 人类感染探剧主要有三种途径,经皮肤接触感染,如果皮肤接触到污染物,牙包就会通过皮肤上的微小伤口进入体内。 经皮肤接触感染,主要因摄入污染食物而感染,与饮食习惯和食品加工有关。 吸入性感染,吸入污染有探剧药包的尘埃和气溶胶,可引起废探剧。 一般情况下直接吸入感染教授界。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陆江还告诉中心网记者,牛羊等突然死亡,一些人会选择抛剑。 这样的话,探剧在环境中会形成探剧牙包,正确的处理方式是焚烧或活埋。 流畏永舍,感染后会出现哪些症状,与感染途径相对应。 探剧也主要有三种离床类型,皮肤探剧,背探剧和肠探剧,有时会引起探剧败涉症和脑膜炎。 其中皮肤探剧最为常见,占全部病例的95%以上。 其中,皮肤探剧病变多见与面,颈,肩,手和胶等裸露部位皮肤,主要表现为局部皮肤的水准,搬着或纠枕,水泡,溃粮和交加。 疼痛不明显,稍有粮感,无浓种形成,即是病死率小于1%。 人之一,接触了牛,羊等动物或感染吗?人类常常通过患病动物的肉类,皮蒙或患病动物排出物或排出物污染的物品获得感染,前提都是患病动物,即化碳剧的动物。 接触健康的牛,羊等动物,及其肉类制品,是不会感染太致的。 牛羊等动物肉制品还能吃吗? 杜燕社,陆江海表示,一般来说,牛羊等动物感染的可能性比较高。 所以,食用这些动物的肉或肉制品,一定要小心。 记住,病死的牛,羊肉,以及来源,不明的肉制品千万不能食用。 正规渠道购买的牛羊肉,都是经过检疫的。 只要烹饪时能煮受煮透,就可放心食用。 感染碳菊能不能治愈? 不用太担心,碳菊是可以的。 作为一种细菌性传染病,使用抗生素自然是首要选择,轻眉素式的首选药物。 皮肤碳菊的不难,除了使用抗生素外,只需要简单的窗面处理措施。 其他类型的碳菊病情一般复杂并且较重,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对症。 碳菊到了晚期,特别是出现全身出血症后的时候,确实很难救治。 因此,碳菊病人的观点在于早发现,早诊断,早,任何淫雾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。 郭菊社,如何才能预防碳菊?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接触传染源。 碳菊的传染源主要是病死动物,发现牛,羊等动物突然死亡。 不接触,不宰杀,不食用,不买卖,立即报告当地农业畜牧部门,由该部门进行处理。 一旦发现自己或周围养人出现患菊的症状,应立即报告当地为生源,或及病预防控制机构。 病急时就医。 注意从正规去到购买牛羊肉制品,不购买和食用病死牲畜或来源不明的肉类。 如果出现牛羊等动物突然病死的情况,要及时诊断,正确处理传染源,同时避免与这些动物的皮毛,排泄物直接或间接接触。 陆江海建议,中国新闻网IDCMS2012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